我现在开的这台是我们的新月L 说是我们的 因为这个车是我们公司买的 今年我们除了买那些新能源电动车以外 我们也买了几台油车 一个是小钢炮类型的拿去玩的 一个是用来工作的 工作的车就有一台是新月L 还有一台是日产的新奇俊 这台新月L我最近这一周多都在开 从广州车展之前 开到现在应该已经有十多天的时间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做一个阶段的小小总结 我对这车很有感觉 我刚才是从机场开回来 所以现在我们一边收东西一边讲这个车吧 你搬东西 这个车我个人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橄榄绿 我不知道是真的厂家名字 这个颜色叫什么 然后内饰也是绿的 然后搭一些金 你看它的整个仪表的颜色是很好看的 玫瑰金配一点银色 配一点黑色皮 配一点绿色的Alcantara 然后这个是20寸的胎 胎挺大的 就比较好看 然后后面各种实用性都挺好 其实你要我说这个车 我基本上两三句话就说完了 之前我在云南开过这个车的时候 那个篇子我已经说得很完整了 这车就动力好 操控很舒服 过弯的极限的这些也都不错 然后舒适性尤其好 特别是静音很好 这个轮胎过减速带的时候稍微有点硬 那除了有点硬以外 其他都还挺好 动力如果要挑的话呢 就是它的变速箱 这个8AT在日常开有时候会有一些换档的顿挫 就有时候你一给油会感觉它的档位 会有一些不那么果断吧 它会升一个档退一个档 这样会有一点小顿挫 就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 这车我其他地方都挺满意 然后这个车机这边是 现在是有Bilibili的 我上次去云南的时候 它还没有视频功能 现在这个是除了这边可以导航啊什么 还有这个Bilibili 所以可以在这上面看节目 当然这个副驾看为主了 主驾就不要看了 车机也比之前我在云南用的那个版本要好用 现在这个车机在我手里基本上是流畅的 没有什么卡顿 只有试过一次着车之后这一片没有亮 但是等了大概那么一分钟之后 它又自己亮了 我都没有重启 就那么一次 但我今天讲这个车我想讲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车在中国肯定是销量非常主流的车 因为很多的家庭都试用这样的车 大小也非常好 停车也没有压力 离地间隙 过一些中国的烂路啊 修路啊 马路牙啊 这些都挺好用的 然后它的动力 它的操控 我觉得又基本上完全满足了我们日常开对一部车的需求 那所以这样的车真的是很多家庭很多人买私家车 我觉得是不说首选啊 就如果你只能有一部车的话 这样的车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台领克01 当时那个01是刚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去买了第一批01的时间限量版 那个车很贵啊 包牌全部包下来要25万多 当然那个是限量版了 如果是个普通的01 当时那个配置的话应该是23万多 而现在这台吉利辛悦L呢 我们这台顶配的2.0T四驱8AT 它才18万8车价 然后所有东西算上来就是20万 20万就比我刚才我之前那台领克01 应该是便宜了3万多啊 但是它很多方面都比那台领克01要更好 可以过来讲一下 比如说它开起来感觉更好 动力要更好 因为它发动极限是个T5的 是高功率的 我当时那台01是低功率的 然后变速相限这个是8AT 我当时那台是双离合 其实我喜欢那台双离合01的 那个加速的感觉更加的直接畅快 这台车因为它用了8AT之后呢 可能也是因为用了8AT 功率也大了 所以它的油耗也高了 我那台01我是可以随便开到8升多的油耗 这台车基本上斯文开是9升 如果是像我车展期间内香油 经常在拥堵堵车 而且经常赶时间那样大脚油门开呢 我开车的油耗是11升 11.5升 除了油耗比我那台车高以外 这部车其他方面方方面面都比我那台01要更好 样子我都觉得要更高级 内饰的材料要更精致漂亮 静音要更好 操控更舒服 动力更好 还有这个车有高级的辅助驾驶 它可以完全实现那些全速域的ACC 还有自动变道那些功能 当时我那台01就只能是ACC 它连车道保持都没有 然后这个车还有三连屏 这个也是当时我01没有的 副驾还有娱乐功能 所以这部车对我那台01来讲 是一个很明显的进化 这个进化可以说是性能进化了2-30% 然后价格又下降了20% 有吧 计算机里头不是有一个摩尔定律吗 摩尔定律就是每过18个月 这个CPU的性能会上升1倍还是2倍 或者说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价格会下降1倍2倍 那现在这个车呢 不至于说1倍2倍的这样的变化 但是这部车真的事隔了3年左右 我感觉吉利现在带给我的产品是 性能提升2-30% 价格还能下降2-30% 就这种感觉 所以还是挺有感触的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长时间开这样的车的 如果只让我有一部车 代步办事家用 我觉得这个车是相当相当好的 比我开一个跑车啊 开一个什么大的那种SUV要好 因为这种车要装也能装 像我去机场临时有两个同事要跟我回来 所有的摄影器材轻轻松松放 然后在车上面吃吃喝喝啊玩啊 都很方便啊 而且日常开也不会觉得这车开起来平淡无聊 所以我明白为什么这种车卖的这么多啊 我也很支持这个车卖的多 我也很支持大家去买这样的车 这个产品大概是值得来看一看的 刚才缺点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这些缺点你能接受的话 强烈建议大家来试驾一下这个新月L 就这个版本 你就不试驾 你就来看一下这些材质 你都会觉得很惊讶的 好了这个车接下来是我们公司的车 所以大家都会用 顺便说一下 我们给这个车贴了全车的车衣 是我们大家车的车衣 贴了车衣之后就更好地保护这个车漆了 因为这台车很高级 我已经跟公司的人说好了 齐骏我们当牛当马屎 屎进货 这台车我们用来做高级接待车 所有那些厂家的朋友 还有一些日常的接待 我们都用这个车去接待 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品牌带来的面子